欢迎今天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是数位教练蔡振信蔡教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2年你需要试试这样记笔记 这个主题我已经讲了三年了 我从2020年讲到2022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这是我简单的一些简历 玩网路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各种的网路上面的APP网站 大概都是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去尝鲜 然后去测试 只有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跟大家分享蔡教练的数位历程 就跟他讲说 我26年前就开始玩苹果 1996年玩到现在 然后玩数位笔记 从以前纸本的笔记 到后来转换成数位笔记 然后用最久是Evernote 我用了14年 最近有一些像Long Research 像刚刚有同学 Lotion Obsidian 这些我都有使用过 最近还有介绍使用一个软件 叫Hitterbase 待会等下都会跟大家分享 这些好用的笔记工具有什么不一样 有些特别的地方 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分享 我的年度的目标设定 那就持续不断的累积 今年我就想要学不断锻炼就是阅读力 然后写作力 还有影片的制作能力 像我持续炒起已经1641天 那连续写日记已经2846天 然后还有365森林挑战 2344天 然后目前我有个线上课程 叫做Evernote 你的无压工作数 目前上课人数超过1000人 早起我的早起大概5、6点左右起床 就7点之前一定会起床 同学有留言的话 可以在Room的聊天室 或者是我们在slido这边有 有那个提问也可以留在那边 好 今天这是今天要分享的题目 总共会有6个部分 一个简单分享 我为什么要教大家用笔记 笔记跟文件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会跟大家简介一下 笔记工具的进化史 第三部分 会介绍什么是卡片和笔记法 第四个 目前我觉得好用的笔记软体的介绍 第五个是我觉得 我最有效的笔记学习的方法 然后第六个 会有一个我自己的成功的案例的分享 这边有一个图 有很多很多方块 那这个是我这几年来 自己汇总成几个工作模组 把它我自己建立的工作与生活管理系统 那会有中间有一个生活管理 的模块 然后会有知识生产 资料库 时间管理 数位花园 备份 档案管理 所以下面有一个建立好习惯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部分 就是上面这四块模块 我这个重点 那这边这四个模块 我都是用笔记工具来完成的 所以这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来我们进入第一个part 第一个叫做笔记与文件的差别 请问同学们 你是从一篇空白的word 这个档案开始写做登吗 如果是的话帮我加6 那如果不是的话帮我加7 加6的蛮多了 非常好 我也有同学是加7的 好 那如果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请问一下 就是你是从开始 不是从word开始 那刚有同学加7 那你是从哪边开始 是从自己脑袋想呢 还是说你是用纸本写呢 还是用其他的工具 笔记工具 甚至你有别的工具 大家可以帮我在聊天 聊天室里面分享 有同学用hatmd 然后用notion 还有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 帮我分享一下 你们现在最近都用什么 开始去写作 写作其实不是说要写书 这块叫写作 写作就是 你想要写一篇文章 你要写一个发文 一个FB的贴文 或IG贴文 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 都可以称之为叫 广泛的叫做写作 有同学回答 one note ok 还有吗 那如果还有的话 大家可以随时在留言区 继续询问 那这我们要讨论的部分 那如果有QA的部分 大家可以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slider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上面提问 那最后会统一询问 这边接下我要跟大家讲说 笔记工具 为什么要用笔记工具 这边有一个名词叫讯息力度 讯息力度是什么 讯息在中国的名字叫做information 就是讯息 讯息就是我们所有概括所有的东西 什么叫所有 比如说 纸本的数位 文件 档案 照片 影片 这些所有全部都叫做 讯息 就information的意思 然后呢 那接下来讲力度 什么叫力度 所谓力度就是颗粒度 大的颗粒度 小的颗粒度 大的颗粒度 大的颗粒度 例如说西瓜 就是属于大颗的颗粒度 那像葡萄呢 小小颗的 那叫小的颗粒度 所以所谓的颗粒度 我们从最底层 那个文件级别 我的称之为颗粒度 是10的部分 叫做文件的级别 那对应到 对应到的软体 像word 或者像google文件 这种很大的文件级别的颗粒度 那10 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如果是从word 这种10等级颗粒度 是10的开始 你会发现好像好难开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有的话 帮我在聊天室帮我加8 其实以前我早期的时候 就跟这样子 真的就是觉得很难 然后我们把这个10 颗粒度把它变小一点 小一点叫做7 颗粒度7 所谓的颗粒度7 是叫做偏章级别 所谓的偏章级别 可能一偏300 500字 叫这一种 那很多笔记工具 像Evernote OneNote 这种笔记工具都可以做到 偏章级别 颗粒度叫做7 那7的再小一点呢 再小一点叫做 颗粒度5 5的部分叫做段落级别 一段一段的 像在各种的笔记工具 手机里面的自带的备忘录 里面的段落 大概一两百字 50个字 100字叫做段落级别 这颗粒度叫做5 那我们再把它切齐一点 切齐一点到颗粒度3的时候 叫做句子级别 一行一行 一句一句的 叫做句子级别 那对应的软体 像一些新制图 大纲软体 像OFORI DINALIS 或者木布 等等等 新制图的软体 叫句子级别 这等级颗粒度到3的 讲到这边我就会很感慨 早期我们一直觉得像我早期都是有在使用那个新制图的软体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使用那个新制图软体 如果有的话帮我加个9好了 新制图软体 那中国大陆叫做 英文叫mind map 然后中国大陆叫做那个思维导图 那我们台湾这边叫做新制图 我早期其实蛮多 很多在想事情的时候 我不是从我的党开始 我是用新制图的软体 像有人提到Xmind 或者是很多很多软体 包含我最近前几年用的是木布 那我会觉得说用这个新制图软体 因为它中间有个主题之后 然后往外扩散 会去思考的时候 会比较好思考 但是当时的我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用 一定要什么东西都从新制图开始 所以那时候不宜有它 就觉得说用新制图就对了 但是我那时候隐隐约约 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来 直到前两年我接触到了 像后面会介绍到 Lenung Research 这种第三类的笔记工具 我后来发现原来所谓的新制图 它并不是最小颗粒度 原来还有颗粒度更小 稱之为颗粒度1的叫做 词语级别 那这种叫做 有一些像可视化的一些 The Brain 或是Tider Bus 这种危机软件 更广泛的 可以颗粒度到1 颗粒度1就是一个词语 就是一个字 一个关键字 这样子回头来讲 如果跟大家讲 如果 然后 讲完 克力度完之后 这边有一本书叫做 风格感觉 Steven 平克有一本书叫风格感觉 裡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 写作之难在于把 网状的思考 用树状 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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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构 底线在线性的 展开的语句裡面 这句话有点深 大家停个三秒钟 大家看一下 很多时候 我们就刚刚 为什么前面要讲说用Word开始 因为我们就是从那个脑袋 我们脑袋是网状思考 但是我们怎样变成它变成一行的 真的如果照这样讲 如果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克力度 从克力度1开始写作的话 感觉是不是写作比较容易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用笔记工具 开始写作 而不是用文件 克力度10的这种 Word 或者是Word的档 或者是Google文件 这种 那个克力度10的软体开始使用 那这边最后总 这段 这个段落 跟大家总结一个 就是笔记工具跟文件的差别 在我之前有学到一个叫个人管理 知识管理的流程裡面 有分五大块 输入整理 内化 加工跟输出 这五个部分 就是我们整个 知识生产的流程的五个部分 那我把它细分成前面的输入跟中间 还有最后输出 那我前面的输入的话 我用的是Telegram 后面也会有一点点带到这个软体 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中间这块 整理内化跟加工 我使用的就是各种的笔记工具 那也会今天我会提到的叫卡片笔记系统 就是中间这一块整理内化跟加工 那同学我会看到 刚刚有提到的Word档在哪里 它并不是在前面的输入 也不是中间的整理内化加工 它是最后的输出 那输出成什么 当我们输入 然后整理内化加工之后的产出 最后会展出什么 会变成一个Word档 会变成一个PowerPoint 或者Kino 像我老师今天用的Kino的简报档 甚至最后我们会转化变成一个YouTube影片 甚至变成Pocket 我称之为叫输出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要用笔记工具 来把我们整个知识管理流程 把它建构起来的主要原因 这是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笔记工具 为什么要大家去使用笔记工具 而不是用文件 因为所谓文件就是Word Excel PowerPoint等等 那请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听完这一段之后 大家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想法 请大家可以留言区在留言区打一下 刚刚老师提到的 用Word开始这件事情 老师为什么是打个问号 请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喔 有同学说可以觉得像写小说一样 先搜集 然后写在笔记本里面 再用Word写出来 大概就是这种方向 有同学说很惊讶 有人认为中间那一段有这么多东西 其实最难 其实中间那一块很难 但是开头也很难 等一下会跟他讲说 怎么样解决开头这个问题 同学还有 对 Word不易连结 其实我刚刚还有一段面讲到就是 我最近教很多学生很多老板们 过去我们都是用Word开始 那我们也用档案管理 你的Word Excel Powerpoint 你会分散在你各的档案夹资料夹 这些Word档 其实互相彼此是没有连结的 那这件问题后面我们的双向笔记的工具 会解决这个问题 中间后面有人提到后面两个工具是什么 等一下就会揭晓 好像有人知道笔记为什么很乱 因为没有整理 同学可以继续留言喔 今天就是要带给大家为什么要用笔记工具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下一个阶段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是笔记工具的进化史 那可能同学可能没有成 可能从来没有去想过原来笔记工具有这么多类别 那这个是我的实际管理老师张永席老师 他把我们因为我跟老师学了十几年 那笔记工具也是不断的累积出来 那我们把笔记工具类型的服务文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叫做 资本笔记 我先问一下大家 如果还有在用资本笔记 目前没有对或错 这都因为我早期我也很喜欢用资本笔记 有在用资本笔记帮我加1 帮我加1 资本笔记的帮我加1 好 然后我们称之为第二代笔记本 第二代的笔记本是要说 直接结论就是云笔记 就是所谓的云笔记 就是包含Evernote、印象笔记 OneNote、Notion 这一类的叫云笔记 所谓的云笔记就是包含 就是他可以网页版 有iPhone版、Android手机版、Windows版 或是Mac版 什么都可以云端同步 这称之为云端笔记 这已经风行了10多年 由Evernote开始 2008年开始到现在 都一定是 都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在迭代更新 那 这边有讲到 因为同学有人有 我刚刚早上有跟 跟Roy有提到 原来六角这边最多人用的是 Notion的部分 其实我比较少教Notion 不是说他不好 其实他也很好 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很多 现在蛮多大学生 我过往教很多大学生 都用Notion Notion对我而言 我称之为叫2.5代 2.5代 那为什么叫2.5代 那一定有一个第三代 下面有没有发现 大家有注意到第三代笔记本 左边有个两个双中括号 这个双中括号等一下会介绍到 这是后面会提到双中括号 这是一个运用学术上所使用的 一种叫做双向链接的概念 这是由德国社会学家 鲁曼教授的卡片和笔记法 还有电脑的先进网页技术 这个软件是从Long Research 这个软件就是 你们看到一个像罗盘那个 叫做Long Research 这个软件开始在2020年 应该是2019年 但是老师这边是2020年 接触到Long Research 这一代的笔记工具 我们称之为第三代笔记的工具 也是未来如果你们有听到 记住一个名字叫做双链笔记 后来连包含Notion 也都开始有双链的笔记 但是Notion的双链笔记 是因为它是原来第二代 再加上双链 所以我还是会把Notion 放在第2.5代的部分 Long Research 后面还有很多像Long Research 类型的工具 像做Obsidian 像刚刚有同学 在留言说有用Obsidian 包含中文大陆 例如我来或葫芦笔记等等 像核桃笔记等等 最近老师有 还有后面有一 你看看一个脚丫 Long Research 然后最右边有一个叫做Hitabits 这个部分都是属于 称之为第三代笔记本 所以跟他讲一下笔记工具 现在目前分成三大阶段 请问一下 刚刚有提到有人加1 有人用第二代笔记本的 帮我加2 然后有人已经用到双链笔记的话 帮我加3 有人加1加2加3 加22.5代Notion 加2 加2还蛮多的 加3就比较少了 加2是最多 所以因为在我们六角这边 用Notion最多 所以加2是最多的 好 大家知道 大家用哪一代的 好 第三部分我们要进入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理论的工具 叫做卡片和笔记法 有同学说加3是困惑中 等一下就 听完你就不会困惑了 我们要分享什么是卡片和笔记法 在德国叫做尼可拉斯-卢曼的 Zetokasten方法 叫做我们正做的卡片和笔记法 真正的思考技术就是来自为 这位学家尼可拉斯-卢曼的Zetokasten方法 大家有看到这个左边有24个盒子 就是我们卢曼教授他的一辈子 他写了9万张卡片 然后放在这24个盒子里面 对有人说很像中药盒 中药柜很蛮像的 但是不太一样 右边就是我们卢曼教授的绘图 卢曼教授已经过世了 他已经1998年过世 三个年代 那已经他有一部分大概2万多张的 他的手写的卡片 已经变成数位化 在他们的大学里面全部都可以查得到 不过是因为他是德文的 所以传播不容易 我们很高兴就是 最早老师这边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接触就是 non-research这一套笔记 双链笔记 然后得知后面 听说是来自一本书叫做 How to test market note 那后来去年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那边有出简体中文版 叫做卡片笔记写作法 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他把卡片笔记写作 三个东西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这本书就是一个卡片笔记盒的用法 然后讲了两块就是笔记跟写作 这两件事情 所以他叫做卡片笔记写作法 那大家非常幸运的是 今年台湾大概4月多的时候 正体中文版台湾的部分 也出了台湾的书籍的 他书名叫做卡片和笔记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 How to test market note 卡片笔记写作法 卡片和笔记都是指的是同一本书 那这本书是由申克博士 就是申克艾伦斯 他也是一个社会学家 他就是把卢万教授 他印一生中出了70本书 然后他写了400篇论文 他总写了9万张的卡片 他跨领域非常多 就是包含社会学生物学数学 电脑科学等等 都有一席之地 这个作者叫申克艾伦斯 我们来了这本书 因为真的很高兴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出了之后 也请 我先把分享点打开 他差点没打开 好 这边有请申克博士来跟大家 就因为出了正体中文版的一段的文 感谢他就是出了中文版的部分 大家听一下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您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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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为何它 works 所以, 什么是《Zettelkasten》? The short answer is It describes a way of taking and organizing notes That allowed Niklas Luhmann, a German scholar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ficient and original thinker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his field The slightly longer answer is It describes a way of taking and organizing notes That firstly, allows you to break down complex tasks Like writing a paper or preparing a presentation Into smaller steps Secondly, it allows you to collect and connect information Insight and idea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disciplines in one place Where they can becom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genuine new ideas And thirdly, it nudges you to do what learning research Has repeatedly shown to be most efficient And that is first and foremost Elaborating seriously on what you read In short, it allows you to focus on what is actuall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thinking And that is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Bring different ideas together in a meaningful way And gaining new insight By being both playful and rigorous In combining and developing thoughts in writing While no system is ever perfect A good system actually evolves over time Grows and changes with us I can't imagine not using a settled custom anymore When I encounter a new idea I know where to put it When I look for something to write about I start with what I already have gathered And developed along the way And when I keep pondering a question I can pick up my line of thought where I left it Maybe a word on software Books shouldn't try to keep up with every change In development and programming This is why I focus on the rather timeless principles Of note taking, thinking and writing On the example of the original pen and paper based notes of Lumen I do keep a list of recommendations for apps on my website though And you'll find many online resources When I wrote the book I primarily had students and young academics as an audience in mind But it somehow struck a chord with people from all kinds of backgrounds Artists, doctors, school kids, hedge fund managers, you name it It's fascinating to watch how people tweak the system to their different needs And what they all seem to have in common The Zettelkasten is a curiosity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And a wish not only to retain more information But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with it And many of them contributed grea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s versatility And the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different tools That the idea of the Zettelkasten somehow brought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From vastly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gether Is what I'm personally most grateful for And I'm extremely pleased that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Invites even more curious minds to join in 我們申科博士 就是他把來台灣的一個中文版的介紹 那跟大家分享就是這本書 除了把卡片和筆記寫出法之外 其實申科博士他也論述了很多 盧曼教授很多反直覺思考的方式 其實他不是只是在寫筆記 那寫作不是思考的 他裡面在講到說 他不是思考的結果 而是思考發生的媒介 然後在我們筆記工具 在蔡老師那種年紀 在年紀輕的時候 很多筆記都只是筆記 老師寫的這些東西之後 其實那些其實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應該要記錄的是過程 要把它記錄下了 而且很多東西不斷的調整去迭代 然後第二段剛剛就是跟最前面 為什麼說不要從零開始 真的不要從零開始 對我們像剛剛最前面講 從對的空白的握的檔 一籌莫展 真的不是你文采不夠 你是累積不夠 真的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真的因為不要從零開始 今天學到這個筆記工具 卡片筆記盒工具就是不要從零開始 第三個我們要透過系統 來提高價值 不是靠直覺 因為人都會懶惰 一定要好工具 搭配好的習慣 去累積你的知識的福利 這邊特別講一下 因為有些人 老師這邊最早是接觸在英文版 去年接觸 我也買了簡體中文 今年也買了繁體中文 電子書 老師這邊都買電子書比較多 然後其實很多人會著重 著重在卡片筆記盒這個工具 因為前面有看到24盒卡片筆 但其實重點不在於卡片盒 重點是系統 就是要建立一套系統 讓它變成一個工作流 後面會再介紹 第四個我們要讓它變成像樂高 大家小時候可能有玩過樂高積木 不斷的是累積 然後不斷去連接知識 過往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的檔案是Word檔 Excel檔 有斷訊嗎 大家有聽到有聲音有斷調嗎 大家有聽到正常的聲音的話 幫我加1一下 謝謝 那我就繼續囉 所以我們要像樂高一樣 不斷的累積 然後連接知識 真的不要只是收藏而已 過往就是 就是早期老師在學Evernote的時候 Evernote的Web Calibre太好用了 因為就變成我們都不斷的收集很多文章 然後包含其實Notion也很厲害 後面也很多 但是收藏或檢藏 或是這些搬運都不是我們的知識 知識卡片 我們應該是像裡面書中有提到集裝項的概念 目的是變成一個系統的部分 然後未來是可以讓它可以去組織跟連接 連接Connection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第五點它裡面講到就是讓整個結構能夠什麼 能夠自然的湧現出來 而不是規劃出來 重點在過往跟大家分享 剛剛這個前面有提到 我在2008年就使用Evernote這套工具 這個筆記工具 因為早期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工具選擇 Evernote我已經用了14年 當然它還是很好的工具 我並沒有遺跡它 早期我們只有Evernote的時候 我會專注在分類上面 常常東西進來就會想說 要分A在這類B 所以我們會著重在分類上面 那就是規劃出來的 所以往往有時候是沒辦法長出東西出來 在這個老師接觸到卡片和筆記法 尤其是Long Research這一塊 竟然是不分類 這個跟大家分享 老師在2020年的時候 衝擊非常非常大 一代我上課教學生 就是跟大家講 要分類又要分類 結果學會Long Research 包含後面的卡片和筆記法 竟然跟我講說 不要分類 不要分類 這非常衝擊 但過河融合這兩年之後 不斷的後面跟大家提到 我現在既分類也不分類 那後面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重點是讓有結構的東西 然後讓它湧現出來 它會根據上下文去解鎖 然後所以不要去特別去做分類 這邊先讓它有一個概念 這就是前面講 如半教授反直覺的思考的模式 這邊跟大家分享卡片和筆記幾個重點 就是四大基本原則 第一個寫下來是唯一重要的事 很多人在頭腦裡面 都會一直轉一直轉 想很多事情 想很多事情 都在腦袋裡面想 尤其像老師都在外面教企業家老闆們 他們年紀都比較大 都五六十歲 他們認為我腦袋很聰明 所以我很多學生都是學霸 以前從小從不做筆記 他覺得說幹嘛做筆記 我腦袋都想一想就有了 幹嘛寫下來 但是年紀大了真的到某種程度 你真的不寫下來就會幹嘛 會忘記 最基本叫做會忘記 真的我們大腦不是拿來做記憶的動作 我們腦袋是拿來做思考的 不要把腦袋當作記憶的工具 把它寫下來就是唯一的工具 今天記住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簡單最重要 這幾年我教學生這麼多年來 在教學生筆記工具的時候 都跟學生講簡單開始就好了 不然你跟他講軟體講了那麼多 我教你Evernote 我教你Notion 或哪個軟體 我教你所有功能 教完你就忘了 所以我剛開始每一個 當我幫學生挑對工具的時候 我都讓他簡單開始 因為簡單最重要 第三個已經不用再說了 應該大家已經從前面到現在都講 不要從0開始 後面會講為什麼不會從0開始 第四個跟大家分享 讓工作帶領您往前 大家可能有聽過拖延症 大家有聽過拖延症嗎 幫我加二 還是你本身就是拖延症症患者 幫我加二 過往很多人都認為說自己就有拖延症 所以其實我跟他分享 現在就是我每兩個禮拜都一個直播 每兩個都一個直播 讓工作帶領您往前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當你不斷的把你的工作任務擺在前面的時候 讓他帶領你往前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不會對我而言 沒有什麼拖延不拖延的 這跟大家分享 真的不需要 沒有拖延這件事情 因為你隨時都有東西可以做 好 再來這是四個基本的原則 再來這邊有六個寫作成功的步驟 第一個叫做 第一個叫做 各自分開與相互連結的工作的項目 這什麼意思呢 大家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注意力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注意力這三個字 注意力其實我最近在跟學員講 就是注意力 我們要把它把握 就是要保護好 保護你的注意力 因為我們注意力很容易去分散掉 像現在有IG 有FB 或各種TikTok 抖音各種的訊息 會把我們注意力抓走 所以我們注意力很難集中 也很難持續 我們不斷的要去保護好 然後去讓這些注意力去用在對的地方 然後我們真的說不要做計畫 我們就去做專家 然後不斷的累積 然後就是這個動作 其實因為他互相的每個工作項目 其實會互相串聯在一起 然後裡面 真的因為我們注意力不集中 我們不可能要有很長的一段注意力 才能做所有事情 然後盧曼教授裡面有提到一句話 就是你們要休息一下 不是一直工作 因為我們人沒辦法一直工作 一定要休息一下 甚至在書中裡面盧曼教授有提到說 我只做容易的事 我會再想要 我現在只會在馬上知道怎麼寫的時候 我才會去做寫作 然後如果他說 盧曼教授說 如果我有辦課的動搖的話 我就會把這件事擺在旁邊 然後他去做別的事 這件事我非常有關 因為老師在家工作超過10年以上 所以我們在家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拖延不拖延 其實常常我會去 像剛剛老師在做另外一份簡報 我下個月的簡報 我在思考的時候 思考到一半的時候 我想不出來我怎麼辦 我去打開我Netflix 互相串連的這些工作項目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我們是要為了理解 有段訊嗎 我斷去嗎 Netflix 沒關係 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幫我加 真的好像我斷掉 現在好了嗎 好 Netflix 我再複習 講一下 就是 休息一下這件事對我而言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直在工作 所以對我而言 我如果在想一件事情 或想一個主題的時候 當我被卡住的時候 我可能會離開電腦 我其實或是轉到Netflix 看一下 然後看到某種程度 我就會回來繼續想我的主題 或是發想 或在我筆記工具裡面去做整理 然後去找出東西出來 所以這就是彼此互先串連的工作項目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們是為了理解而去閱讀的 那我們在念書的過程中 不是只是把它抄下來 而是去想出裡面的東西 哪些對於我們未來有可能 會對我們有幫助 這段其實是我就覺得自己 我自己學會這個卡片和筆記法 覺得最難的第一部分 就是怎麼樣在閱讀過程中 透過去思考 然後把它去寫到你的卡片盒 變成一張一張卡片 這一點我覺得卡片和筆記 把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其實也是很難 但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不是抄下來到裡面去 那第三個就是他的成功的步驟是 他是一個聰明的卡片筆記 目標 我們的盧曼教授 你知道他只到過世之前 他每天他9萬張卡片怎麼寫成 他每天是寫了6折筆記 就是6張卡片的意思 那以我們來講 以我們剛剛開始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聽到 卡片和筆記法這個工具的話 你可以給自己一個目標 自己每天寫筆記 寫一折或兩折三折都可以 就是目標就是每天寫筆記 透過這個方法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叫做外腦思考 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想法寫下來 因為寫下來才是整理思路最好的方式 一折筆記的長度多少 目前來講他不會太多 我們想像一個一張小小張 B6小小張的卡片 就像很多寫卡 寫單字那種再大一點點 便條紙也可以 這個紙本其實都沒關係 就是簡單講 可能不會超過50個字 100字以內就可以 他並不是長篇大論 就是簡單的寫寫就可以了 這是紙本 後面當然我們會有真正的數位的筆記工具 你把它寫下來寫在裡面去 寫下來 因為你寫下來才會去思考 你會看到 你看到的時候 你才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如曼金教授 他是每天都在看 寫卡片翻卡片 然後卡片之間 他會發現卡片跟卡片之間 有互相有串連 有東西在中間冒出來 所以他是一套真的是一個聰明的卡片筆記 英文叫做How to take Smart Note 真的是聰明的筆記 然後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本書裡面叫做外部贏家 或者是外腦思考 甚至我們Evernote之前叫做第二大腦 簡單講就是外面的就對了 我看同學在留言寫 把重要事情寫在白板 後面我會提到一個軟體 叫做Hitabase 他就是數位白板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把他寫下來的時候 真的他就比較你會看得到 然後你就有可能會去想到不同的東西 這就是外部外腦思考 或者在書裡面台灣繁體中文叫做外部音價 他說某種程度就是思考 需要某種程度的外部化 才會去找出你 你要真正要寫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寫作學習 裡面在書裡面除了寫筆記之外 我有很多東西有提到 就是像大腦的學習 還有我們學習部分 學習不是靠印記 這樣如果有聽過記憶力的話 就是我們有兩個東西叫儲存強度 跟回溯 就是回去回想的程度 真的有重要的 有一個叫做愛濱浩斯的遺忘局限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所以我們去不斷的去重複觀看的時候 我們才會找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寫筆記不是只是寫完就放在那邊 所以不管紙本的 或者是等一下會提到數位公共劇筆記 回看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不然的話 你真的遺忘局限 你只要看過 沒有再看過他第二次的話 他一定會在腦袋裡面說消失 因為大腦真的會遺忘 我們的大腦正常人不會一直記住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正確理解是 去不斷的去翻閱 去拿到他裡面 才會不斷的長出東西來 然後第四部分叫做發現想法 我跟我的學生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稱之為叫做 在台灣翻做發現想法 那我的那位老師 那個學生 那位學生他說 老師我覺得這叫做發展想法 他說 因為其實不是只是發現 因為就剛剛也提到 就是他之後有兩張卡片 我們的在筆記裡面 他都是聰明做連結 因為後面會講到雙項筆記的部分 他卡片跟卡片之間 他會有連結 但這已經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 我在教課的時候 我的學生給我反饋說 老師不是只是連結這件事情 連結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最厲害 是可以在兩張卡片中 去找到中間有一個東西去冒出來 所以我們學生跟我講說 老師這叫做發展 就放出一個火花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趣的是 我們在過往 我們在想東西的時候 只是用腦袋去想 現在有的卡片和筆記法 這個工具的時候 我們可以藉由每天寫一張兩張卡片 然後不斷去回看 去看這張卡片跟卡片之間的 有什麼連結 甚至於我們會發展出 卡片跟卡片中間的想法出來 這就是你會發現他就是 盧曼教授說他在寫這本 將近60本書 然後900多篇 七八百篇的論文 他說都不是他想出來 他都是在卡片盒裡面思考出來 然後寫成書 甚至盧曼教授過世之後 他的學生在整理盧曼教授的卡片 竟然還幫他出了很多本書 很厲害吧 因為他不但多慘 連死後都還可以出書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都在卡片盒裡面的 這是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我們跟著盧曼教授 去學會這套卡片和筆記法 第五部分要分享見解 所以我們從腦袋的激盪到卡片和激盪 這裡面書裡面有提到就是 剛剛前面有提到分類這件事情 分類是由上而下的部分 我們過往會分學科 我們從小到大就會分學科 分大類 這稱之為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但是我剛跟同學講 就是我學會long research 或者還有包含卡片和筆記之後 整個翻轉過來 他反過來叫做由下而上 什麼叫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就是不分類 你每天寫一張 每天寫一張 你每天除了寫之外 你會去看這邊盒子裡面拿出來 去看 所以你剛開始真的沒有分類 而且你也不會有主題 也不會有主題 這邊特別講一下 不會有主題 這就是前面講的 在新制圖那一塊 我一直 剛剛前天有提到說 新制圖中間就是有個主題 然後再向外發展 那就是個問題 很多時候 我連主題都沒出來的時候 我怎麼會有東西連結在一起呢 所以卡片和筆記 威力強大 就是把它全部打散 它叫由下而上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跟隨你的興趣 去建立這些卡片 然後呢 不斷的去累積卡片跟卡片這些 然後不要規劃 不要去規劃 就是不要你分類就對 不要用傳統那些分類方式 然後不斷的累積卡片卡片之間 然後你當然要去分享 把你所看到的東西 去分享你的見解 然後放在網路上 或是你跟朋友分享 或是你去像老師是以教為學 就是我為了教學生 我學很多 然後去教學生 這些都會讓我變得更厲害 我也是都從這個卡片筆記 不同的筆記工具 到現在在專研這個卡片筆記 寫作法這件事情 然後讓我們成為專家 然後真正去寫作 所以寫作它就不一樣 就不會再是前面講的 從零開始 然後它是用前面 印伸出來 我要有個主題之後 才會冒出後面的延伸出來 所以在裡面有講到 就是真的很反直覺 包含就是什麼腦力激盪 就是剛剛講的心智慧這些 都是在盧曼教授裡面是 他覺得這是不是往這個方向走 而是你已經慢慢去激盪出來 當你慢慢在盧曼教授說 他說能夠高效回答這個問題 他說我前面有講到 再跟大家講一下 他是從不逼自己去做任何件事 他只做自己容易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跟大家講 真的很有趣 我之前看這句話都聽不懂 看不懂 為什麼可以做容易的事情 後來才知道原來 他做完一件事情 我想到的時候就去寫去做 如果卡住的時候 我再去拿另外一個主題 或他有興趣再去鑽研 然後去延伸 所以他每一個都是有興趣 他已經容易做的事 不斷的累積 不懂的意思 我再講一遍 他說我從不 盧曼教授說從不強迫自己做任何事情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會拖延 而逼自己再做一件 不是很熟的東西 他每天都會寫看很多書 因為盧曼教授說 他每天就是看書寫作 然後寫卡片 然後他在那個書上 他不會去畫線 他也不會去上面做註籍 他都會在看完之後 在卡片上寫完 後面會提到幾種筆記的工具 等下會再說 等下那個再跟 後面還會提到這些卡片 還有哪些類別 簡單講就是 他每天就是寫卡片 然後去看卡片之間有什麼樣連結 然後去不斷的去激盪出來 再去寫卡片 各種的卡片 然後 然後激盪出來 所以他寫都是他已經想好 有東西之後去寫的 他並不是說卡住就卡住了 所以最後一個部分 解作成功的步驟六就是 養成習慣 養成習慣就前面有提到 用外部的筆記工具去做思考 所以如果 當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把它寫下來 然後筆記跟筆記之間有連結 然後他的想法就會自動產生 所以你反過來講 以前我們都在學校裡面 可能都是老師給你題目 然後你就會從這個題目 再去發展東西出來 接下來 今天學到的卡片筆記 是顛倒的 你在閱讀的時候 你會寫字 寫在你的卡片筆記上面 那卡片跟筆卡片之間會產生連結 那想法會自動產生出來 之後你的報告是 這些會組合出你的報告 組合出你的論文題目 那你的內容也有了 那當然你就不用從零開始 你只要把它組合出來 你去做一件三件事情 就是你去閱讀 然後在卡片之間去做思考 然後你自然就寫作出來 所以過程中 你會發現他真的就是一個 聰明的卡片筆記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六個寫作的成功的步驟 然後再來就是六個核心的原則就是 隨時捕捉一閃而過的靈感 這後面會提到靈感筆記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老師也會跟大家分享 老師的捕捉靈感是用什麼工具 第二個部分請用自己的話 記筆記 就是不要抄筆記 不要摘抄摘入 你是透過 那我覺得這句話很好講 但是真的不容易 過往我們過程 從小時候都是抄老師寫的筆記 那老師這邊也不斷在斷念 就是不是抄 而是去思考去想 所以最近有時候在看書的過程中 會變慢了 所以因為為什麼 因為要想一下 想一下之後 思考之後才會寫到卡片裡面去 所以 斷念這一段 我覺得第二段其實不容易 但我覺得大家請大家把它 今天寄下 用自己的話把它寄下來寫成筆記 所以第三個叫做摘抄部分跟自己 他後面會講到文獻筆記跟永久筆記 拆拆筆記跟自己寫 要把它分開來 第四個要建立連接 選好工具 這件事情在我們的數位工具裡面 就簡單了 我其實跟大家講 你們不用去學 盧曼教授的紙本的卡片 真的不需要 等一下老師會跟你介紹 好的筆記數位的工具 建立連接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只要選好工具 第五個 一張卡片只留下一個觀點 這邊其實也蠻重要的就是 就跟老師我在做簡報的時候 就是一個主要的一簡報 就是一個觀念 所以在卡片裡面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卡片呢 要寫多少 所以他裡面有講到就是一個卡片 就一個觀點 你可能會想說 比如說紀錄 或者是那個剛剛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 遺忘這件事情 那你就寫下一觀點 你可能看到這個 剛剛有提到 遺忘 拍下來就不會看 答對了 我跟你講真的拍下來 真的不會忘 後面會 真的你拍下來 一定要去做卡片的紀錄寫下來 老師也會拍照截圖 我每天都在截圖 看YouTube影片截圖 但你截圖 你要去寫 你要去寫東西 要想東西 然後記在筆記 在卡片裡面 才會有變成你的東西 所以一張卡片只有一個觀點 第六個 敢於刪掉的東西留下精華 因為我們過往 很多一直寫很多東西 就是很多筆記 然後最後沒有東西 其實過往一定有很多坑是我們採過 後面也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坑要怎麼去避免掉 所以寫下來 不管 當然很多人是用紙本的寫 或是甚至關於數位筆記 這都是很多派說法 很多人說一定要堅持用手寫 才能進入腦袋裡面 我是數位派的 所以我都是用打字的 我是想過才把它留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卡片和筆記 六個核心的原則 這邊有寫入文的步驟 這個大家可以先截圖下來 這個要截圖下來 其實簡單講 卡片和筆記法 截圖下來 這個步驟當然不是截圖下來就有用 一定它裡面會提到靈感筆記 就是隨時記錄靈感筆記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有三個筆記 一個叫靈感筆記 文獻筆記 還有永久筆記 這三類 所以隨時隨地記錄靈感筆記 然後記錄文獻筆記 或者讀書筆記 文獻筆記就比較像是摘入 然後或者你摘入下來 寫下你自己對於這段別人的文字的想法 包含你在讀書筆記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可能摘入了一段 這一本書第幾章第幾節的哪一段 那下面你要寫下你自己的心得跟想法 跟這段文字認同跟不認同的東西 你也把它寫在這稱之為文獻筆記 那這一小段一小段的卡片之後 後面前面你要把這個靈感筆記 一瞬間的靈感 然後還有文獻筆記 最後把這兩個融合變成永久筆記 把它記錄在真正有用的 你未來你要把它寫成人家看到這一段落 就可以聽得懂的 看得懂的 叫做永久筆記 那他的永久筆記在盧曼教授裡面 他盒子裡面只有 其實真正有只有兩種筆記 叫做永久筆記跟索隱筆記 所以前面講的靈感筆記跟文獻筆記 只是 算是暫存的而已 只是暫存而已 最後放在卡片盒裡面 叫做永久筆記 那卡片的永久筆記 會一張會有關聯 或放在另外一個筆記的卡片的後面 然後他會有連結 以前當年我覺得盧曼教授真的太厲害 9萬張卡片竟然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們現在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盧曼教授當時都用寫的 連打字機他都不用都是手寫 我們現在不需要 我們現在有工具 可以真的方便就可以加上連結 然後日後可以就是要找得到 找得到筆記才有用 不然找不到就沒有用的 然後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自下而上 非常非常大 大家可以Google盧曼教授 或尼克拉斯盧曼 到YouTube上面有他真實的影片 那我也可以把它放在筆記裡面 大家可以去觀看 然後你第六個步驟 當你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卻發展的差不多了 你在這些想法之後 你就可以找到你要寫的主題 這是剛剛有顛倒的 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是自下而上去發展你的主題 你的研究出計畫 或者是掃出你的問題 然後把它組成草稿 第七點 第八點就是修訂跟校對稿子 你就不小心寫成你的論文了 如果同學們還有人在寫論文 甚至你不玩 其實不只是論文 你如果要寫部落格文章 你要發展一個企劃案 或者是你要發展你的 YouTube影片的腳本 或者是Pocket的腳本 都可以沿用這個卡片的筆記 寫論文的步驟 這是有八個步驟 然後在這邊有提到 剛剛前面有提到三個筆記 三種筆記 第一個叫靈感筆記 就是你要隨時隨地去收集你的靈感 然後重點要能夠即時處理 然後即時清空 所以這個其實很多人第一步驟都還沒做到 後面有跟提到 我用哪個軟體去做靈感筆記的部分 第二個剛剛有提到的是 記錄你覺得有價值的內容 並用自己的話去闡述 然後並打上標籤 去存到筆記盒裡面 然後第三個永久筆記 是在你文件筆記上面去做總結 然後輸出再寫出一個有用的理解 所以剛剛有提到盧曼教授9萬張卡片 都是永久筆記 所以剛剛提到我們的卡片和筆記法 重點不在那個盒子 重點是要讓寄靈感筆記 然後到文獻筆記 然後再到永久筆記 讓它變成工作流 對,標籤的話在筆記工具有很多 就是hashtag 沒有錯,是用標籤方式可以找得到 我們後面會提到的工具裡面 都會用到hashtag標籤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要讓它成為一個永久的 就是一個工作流 這個是三種筆記工具的定義 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一個盧曼教授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摘抄筆記是盧曼教授已經放棄的做法 這跟大家再強調一次 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歷史學家的卡片筆記 它目的是為了要累積材料 累積材料 那卡片系統的200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是收集到的材料之外 加上自己的想法 所以剛剛老師有提到 其實這個重點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就是永久筆記等於文獻筆記加上靈感筆記 這兩個文獻筆記跟靈感筆記只是暫時的 最終我們目標都是要寫成永久筆記 不過我也是跟大家先打個預防針 雖然講很容易 但是其實做還是有困難 因為這幾年我陸陸續續從我自己經驗學到 以及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人說這本卡片和筆記法 正評跟負評是剛好顛倒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像是廢話 或者說好像很簡單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很難 老實跟大家講這本書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事實上實做起來不容易 但我覺得是可以實驗的方法 這兩年老師學習卡片和筆記法的工具 讓大家可以知道 永久筆記才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不要急後面慢慢講 其實有工具就方法 所以剛剛有提到我們在過程 在實踐的過程中一定會有些拿不準的問題 比如說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靈感筆真的用完就丟嗎 這句話我先回答好 對我而言 我的目前靈感筆記其實我沒有丟掉 我還是都會放在我的筆記工具裡面 筆記軟體裡面 讓它還是可以在裡面去串流 我目前永久筆記 對我來講永久筆記 我覺得還是不太容易做得到 不會重複嗎 很好 因為我們在常常去翻閱的時候 會搜尋關鍵字 搜尋關鍵字 在盧曼教授當年9萬張卡片很難 但是我們現在有筆記工具 我們要搜尋 我們在寫東西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篩選的方式 我們要去搜尋 去看看我們是不是曾經有過類似的筆記 然後先查過 沒有再來去建立 不然的話我們就寫在 累積在原本的筆記裡面 把它串列起來 所以永久筆記真的永久保存嗎 我覺得還是蠻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在一個 podcast 叫做struggle with me裡面的主理人 何彥彥彥他們就說 他們自己親身經歷 他說 他把自己的卡片筆記 就是分類方式跟管理方式 他是嚴格遵守三個原則 那三個原則就是 即時記錄靈感比例 這是我對我真的很重要 我們腦袋真的會忘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深刻的體驗 大家有沒有遇過那種 你想的事情沒有記下來 然後就忘記幫我加三一下 跟大家互動一下 我常常有時候真的沒加 即便老師已經有很好的工具在用的時候 但有時候一忙起來的時候 忘了寫的時候真的就忘了 然後忘了重點是還想不起來是什麼 所以一定要想記住這個叫做即時記錄 然後第二步驟 一定要定期的整理 然後完善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整理內化加工 就是用這一套方法 前面有跟大家講的 整理內化加工 你一定要去即時記錄 然後定期整理完善你的筆記 然後讓它變成永久筆記 然後呢 剛剛有提到盧曼教授裡面兩種筆記 一個叫做永久筆記 第二個叫索銀筆記 索銀筆記有點像說 那個索銀筆就是像目錄的概念 目錄 目錄 一段一段目錄 把它建立你的index 或者目錄起來 你回頭再找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找 不是什麼都去用搜尋的 因為過往很多時候 就是搜尋的時候 你會有一件事很恐怖 就是你根本忘記要說什麼關鍵字 所以索銀筆記也很重要 所以這幾個卡片筆記裡面幾個重要工具 就是筆記有靈感筆記 文獻筆記 還有永久筆記 還有索銀筆記 還有索銀筆記這四類 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索銀筆記 索銀筆記就是我們像書裡面 譬如說 假設我以我現在今天的簡報來講 我今天簡報我分六個部分 那前面第一部分是什麼 第二部分是什麼 第三部分 那的123會有連結 連結過去 1就是連結到1那張卡片 等一下再示範給大家看 1234 但那個連結又是索銀 就是點下去會有個連結 這叫索銀筆記 Demo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索銀筆記 這邊的話 我的實驗管老師 他因為我跟我們的 永錫老師非常非常熟 我們十幾年 我們一直不斷學習 不斷更多的東西 那我的老師 他永錫老師 他這邊有做一個 盧曼卡片盒的操作五步驟 這是他我們在用 Rone Research這套軟體 裡面有五個步驟 就是新增 編碼 卡片盒 連結 還有系統 這個大家可以截圖下來 因為這個 剛開始可能第一次聽到 可能比較不容易 這就可以截圖了 但截圖不是只是截圖 一定要讓他 為過去之後 你要去做一個 去做 使用操作的一個備忘錄就對了 這順便也幫我的 時間管理老師 永錫老師 他在 好好有開一個卡片筆記書 最近已經 已經開始 已經 已經 完銷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 如果想要再學更多 可以上去搜尋卡片筆記書 然後這邊 這我也是在得到一個 那個大陸APP裡面 他也有 每天聽本書裡面也有提到 卡片筆記的寫作法 這邊來講 寫作的重難點是產生洞見 大腦真的是不擅長處理複雜問題 所以我們要由下而上去運行 然後讓他筆記是有一個支架 然後筆記工具就像集裝箱 他會可以一張卡片寫完之後 讓他筆記 這個寫完就是說 一張卡片只寫一個意思 一個東西 一個內容 是減少注意力的分散 把它寫下來 然後不斷的靈活累積這邊 然後把它串連起來 累積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的卡片 一當一張累積出來 它才會變成 我們最後的想法的創造出來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說 裡面只寫三個東西 他就是寫來源 然後編號 還有主要內容 所以這個是一張卡片的形式 那在我們筆記工具裡面 我會寫兩個 其實就是我們其實不用編號 我們只要寫來源 我們剛剛有些可能文字 是來自於網路上的文章 或者是一本書裡面 那就來源 然後下面就是寫你自己的想法的內容 所以一張卡片很簡單 就是兩件 對我而言就是兩件事情 來源 還有我的想法 這是然後筆記工具 剛剛有提到的閃電筆記 就是靈感筆記 這邊也讓他可以截讀一下 然後把它留下來 然後這一段比較複雜 因為卡片和筆記法 東西很多 我只是盡量濃縮在一段短短時間內 請大家分享在這一段 卡片和筆記法 你們看完之後的心得跟想法 請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特別留下這兩張卡片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資料庫 類似資料庫 好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就快轉一下了 因為我們 我們後面很多東西要 我們快速介紹 我們今天有很多筆記工具的軟體的介紹 我們今天因為太多了 因為老師這邊專研筆記工具十幾年 我所知道的筆記工具大概有七八十套 八十套以上 我這邊精選六個比較常用 比較有用 我比較多人在用的六套軟體 第一個就是Evernote Evernote是2008年我就開始使用的軟體 就是資料庫 知識管理的軟體 它有各種的平台全部都支援 如果我的學生對於很複雜的東西 沒辦法學到那麼多的話 我至少會讓他使用Evernote 尤其是協作部分 所以我的學生蠻多還是在用Evernote 然後這就是Evernote資料庫的部分 我簡單的一個demo一下好了 等一下看一下我的Evernote 等一下 大家有看到我的Evernote嗎 好 這個是我的Evernote的畫面 這個是 等一下 筆記工具太多了 我調整一下 好 這個是我的筆記工具 然後 這個是我的分類 Evernote 我現在目前有200多本的記事本分類 其實我已經有很多分類 所以過往教學生都是教如何分類 然後分類的好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找東西很好找 然後包含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要找我的編碼 這是我之前在我的 你的無壓工作的書裡面 就會教如果整理這些筆記工具 我的學生很多都會把這些 共用給他 所以很方便很好用 所以當然我知道 很多同學可能都是用Notion 當然Notion是2016年出來的軟體 等一下會介紹到 這邊是我自己看動畫的紀錄 所以Evernote對我而言非常好用 這邊已經有超過5萬折的計時 當然它有好處 它有缺點 它的好處就是 真的很方便 因為快速好記錄 就是我平常現在 Evernote對我而言 真的有同學講到 就是資料庫 所以我很多東西都放在這裡面 直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非常多在使用Evernote的部分 簡單介紹一下 當然因為大家可能有聽過沒聽過 大家有空也可以玩玩看 Evernote的部分 來回到我的簡報 第二個 Notion 大家可以比較熟悉的Notion Notion 大家看得到我的簡報嗎 因為我現在不選螢幕 因為等一下要切換過來 Notion有看到嗎 Notion大家應該也是很熟了 因為我教了很多學生都用Notion Notion Notion是台灣這幾年 就是發展非常非常迅速的筆記工具 然後它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因為它強調就是All in One 它就是 當時木曜就是要打敗Evernote 但其實我是抱著比較 不是這個 每個人有使用不同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用用看 不管你是Evernote的或Notion 對我而言 我不會要求學生說 你要學Evernote或學Notion 而是反過來 另外你要去學一套軟體 去試用看看 然後某個時間點再來挑選 你適合哪個工具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這幾個工具到底怎麼挑 所以Notion很厲害 它的 當然我覺得Notion 其實還蠻漂亮 它的很多Temperate 很多各種工具都 去做整理 所以如果 對Notion還不熟的同學們 如果要用的話 建議跟前面講到簡單實用 重器輕用 重器輕用 Notion 我切換一下我的Notion 其實跟大家講 可能同學們的Notion 可能比我的Notion更厲害 我的Notion 其實沒什麼東西 只是之前曾經有 曾經有做過幾個東西 放在這裡而已 Notion 功能太多了 很多人甚至把Notion 當作是協同合作 然後甚至於說是拿來當作 像很多線上課程的老師 把Notion 當作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個同學協作的工具 它很好用 但它相對來講 真的是複雜很多 這幾年來 我用的說實在 其實我還是弄不習慣 Notion 真的Notion 是有門檻 但當然如果你願意去找到很多飯本 甚至很多飯本還是要花錢買的 有 像這種很多記錄在上面 所以當然Notion很厲害 因為它現在包含 它又更厲害進化 又是有雙鏈筆記 然後又可以去搭配其他的工具 去分析 結構 甚至跟其他合作 再去做更多的事 像這個都是我 從別人的模板去把它 code過來然後去使用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Notion 不容易去學會的地方 因為它要花很多時間去整理 對我而言簡單 真的還蠻重要的 這是Notion的部分 再來下一個要講的是 Long Research這一套 Long Research這一套 剛剛有提到就是雙鏈筆記的工具 它是結合大綱維基思維導圖筆記工具 跟知識管理 知識生產的一個工具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張圖 有個2019年10月12號這張筆記 在Long Research裡面 它等一下會展示 它一進去 它就是一天 每一天叫Daily Note 就是空白的 什麼都沒有 那你裡面就會打字 剛剛講到它的快速關鍵字就是 把它選取起來 把它加兩組中括號 加完中括號 我這個應該好像也是要播放一下 好 沒關係等一下再展示 大家有沒有看到字有點小 只有一個藍色的Meditation 當我加了兩組中括號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點下去 有看到右上角一個頁面嗎 叫做Meditation 那Meditation 它就是它可以連回來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 2019年12月12號 11月12號 它會連回來這一天 所以它稱之為叫雙向筆記 就是你可以這一篇筆記 再連到另外一篇筆記 然後反向是可以連回來的 所以在Evernote 過往的Evernote 它是只能單向連結 它是回不回來的 所以對沒錯 就是像維基百科 其實不是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也是單向的 你看維基百科 你點過去 當然可以往回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往回 它是回我們的網頁回上頁而已 真正的雙鏈是A連到B B可以連到B 不是上下頁的觀念 對同學有提到兩組中括號 雙向鏈接就是這兩組中括號 它是連結 它並不是上一頁下頁 不是喔 不是上一頁下頁 我們可以找得到 而且你在現在找得到 現在要找的時候 紀錄沒感覺 回到你某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點到的時候才會去串連起來 答對了 它也算是個關鍵字 這個主題會不斷的累積串連起來 這叫雙鏈筆記 所以像這個 這個播放會看得到嗎 這個看得到 大家有看到 它裡面在示範加一個 Little Custom 然後它就會變雙鏈 旁邊點下 它有點連結 就點到這個卡片盒 再點回來 又點到回來如曼 它就是雙向的概念 Notion的Pages 就是後來這個概念 這就是我的那個 None Research的一個頁面 它就是每一天就是不斷的漫遊 所以它的筆記工具裡面很好玩 就是不分類但找得到 它透過就是這種雙量 自動那個雙向的筆記的串連 直接跟大家講用軟體 然後它就像我們 這是我當年去年前的時候 我的筆記工具 匯總下來 然後把它 它有一個叫做 Graph Overview 展開來像這個樣子 就很恐怖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 裡面有一個叫Evernote 它的點越大 就是表示被鏈接的數量越多 如果看到這個的話 跟我們的大腦的神經元 是非常非常像的 原宇宙 對我們大腦的宇宙 我們大腦就是像這樣 它的缺點就是它很貴 它一年是165塊美金 所以簡單 這個就是那個Long Research 那簡單講一下 這個東西幹嘛用 雙向連結的目的就是 讓訊息不再是孤島 可以方便複用 什麼叫複用 就是重複使用 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Long Research 像這個是我剛好 我在寫另外一個簡報 這個是我2021年1月11號寫的 的東西的筆記 然後我可以從這邊去把過往的東西找回來 我跟大家看到一下它的 基本的畫面 其實它的功能其實只有一個 叫Daily Note 你每天打開就是 我來示範一下 今天是6月21 我幫大家開一個6月22號 你會發現這邊其實是 它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很好玩就是 這邊有很多訊息 這邊你就可以打字 今天有說什麼 然後它是大綱 大綱的方式 就是你打開 然後寫一寫 然後按Tab鍵 就像寫大綱一樣 這個這樣子寫下來 所以它寫字就很方便 所以過往一些幕布 我就被我淘汰掉 因為它已經有這個功能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 最厲害是有兩塊部分 就是一個叫 一個會有一個數字叫Linked Reference 它會這一篇 其實我不是今天才創立 它是我6月19號 6月19號的時候建立這一篇的 有提到 有提到這一篇 因為我在這邊就已經有提到 所以它會在過去的時候 我可以寫一篇連結連結到今天 有點像未來日記的概念 比如說 比如說 然後就是在這個筆記工具裡面 它有點像寫日記 但是它會鼻子去串連 我這邊隨便寫一下 好 這邊 我寫一個筆記 我這邊找到的話 就會找到很多筆記 跟筆記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這邊有提到 卡片筆記法這本書 那我這邊我就會把卡片筆記法 寫在這邊來整理下來 然後這邊只要我有提到 雙項鍊機有卡片筆記盒 它就會被列在這個筆記的下面 甚至它有一個Unlinked Reference 它都會只要有這個字 這沒提到 沒出現 寫一下卡片筆記 你看卡片筆記這個工具 這個筆記好像沒東西 但是有33個連結 有連結到卡片筆記 所以當時我有下一個標籤 跟一個緊緻號的標籤 它就全部串連起來 所以你在找的時候 當時只是記下一句話 或一行字 但是回頭 我可以透過同一個 叫做卡片筆記這個標籤 它就會全部串連在一起 甚至它可以透過Unlinked Reference 它只要有這個字的 它也可以全部串連起來 所以在找東西 它連結度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是 然後這也是重啟 雙項筆記的爛傷 所以讓大家知道 這個軟體的開始 簡單講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好急好趕 因為這原本是兩個小時的課程 那Obsidian 就是剛剛有提到 Longed Reference 是要錢的 所以另外一套軟體 叫Obsidian 如果你們對於類似 像Longed Reference的軟體 想要用 但又不想花錢的話 可以選用 第一個就是Obsidian 因為它是免費的 然後它也是可以開放平台的 所以可以下載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的使用 這個也是當年就是 成長非常快的一個 知識管理軟體 然後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外掛 非常非常多 很好玩 非常有趣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 它的外掛就是太多了 所以它跟Notion很類似 就是對初學者而言 它也是有點門檻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Obsidian 或是包含 等一下會講到另外一個軟體 叫做Logseq Logseq 這個軟體 這兩套都類似 請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不要花太多時間去玩外掛 而是真正是使用這個軟體的精華精水 就是Obsidian 那我開它軟體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畫面 這個畫面 大家有看到這個軟體嗎 我先打開隨便 這個是一個筆記工具 它那個long research有點像 然後它是免費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包含它是 它是所有軟體裡面 唯一一個是有支援軟體充混的 所以你對語言如果有障礙的話 這個大家你可以先來用這個軟體 因為它是可以選擇 這個繁體中文的 唯一所有 所有介紹軟體 只有這個也可以改語言 其他都是英文的 包含Notion 包含Notion 包含Notion都是 所以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筆記 但是這個使用方法跟 None research其實很大不一樣的是 在Obsidian裡面是用檔案的概念 檔案的概念 所謂檔案的概念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Obsidian其實是存放在我的iCloud裡面 有一個資料夾叫做卡片筆記寫作 裡面都是MD檔 我們大家六角學院的同學就會熟悉 叫Markdown的語言 所以它其實每一個都可以單獨打開來 其實包含那個long research 它可以匯出MD檔或Jason檔 所以其實你要匯出匯入的時候 所以這邊匯出來就不用擔心 所以這是Obsidian 而且它最厲害的 它是解決long research做不好的地方 它的關聯圖做得非常漂亮 我把它收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如果你做得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找東西的時候 就會發現原來這個跟這個有關聯 然後這個跟那個沒有關聯 然後你可能透過這邊的時候 去看出來很多東西 這個很有趣 大家可以玩玩看 這個東西是應該看過人應該覺得很 行行圖 對真正是行行圖 然後你會看 原來這一坨有關係 這一坨沒有關係 有關係在哪裡 原來Notion 跟這邊好像有跟筆記工具有關係 有Notion精讀法 看完筆記法 這跟其他筆記有關係 所以這很好玩 當然還是不要太炫 因為重點還是拿來寫筆記比較重要 這個是我之前有複製一個叫做 海伯利安四部曲的部分 然後你會發現它這邊可以點好多東西 所以你也喜歡解markdown的同學的話 用Obsidian應該會學得蠻開心的 因為裡面很多語法都有支援markdown的部分 甚至它有Escalibur 為什麼沒有取代Evernote 因為Evernote還有它別人取代不了的事情 Escalibur 這個有Escalibur 這個甚至可以把它 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一個軟體叫做 很像手工的繪圖的部分 它可以跟Obsidian結合在一起 所以有空可以去玩玩看這個軟體 然後再來下一個 今天時間真的很砍 Lowthack算是這幾年新出來 又有點像 非常最像Lowthack的 一個雙鏈筆記工具 然後所以說如果你想要取代 Lowthack 的地帶筆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個Lowthack 不過我覺得Lowthack 它比較麻煩 是它同步 同步都是比較大的問題 大家看一下這是Lowthack的部分 網路上也很多留言 它真的很像Lowthack 這是最像Lowthack 所以包含就是 這樣子你看 我在這邊可以 這個是 如果是新的話 你可以把它按New Page 然後這樣就變成一個新的筆頁 你可以這邊請 我要 開始 寄筆記 其實就很簡單開始 所以這個就是 甚至它有fresh color 甚至它有很多外掛 所以你們如果想要去筆記 或這邊的話 也可以來試用這個Lowthack 它有很多更新的部分 這是真的很像Lowthack Lowthack 不過本質上很像 看起來很像 但是還是不一樣的 Lowthack 的部分 再來下一個是 Hiptapes Hiptapes 我去年開始 我會給大家清單到時候去試用一下 Hiptapes 是一個最近比較 要串紅起來的筆記工具 大家有看到這個畫面嗎 它是一個白板的工具 剛剛有提到Lowthack 這個軟體很好用 但是我這用兩年有一個最大困擾就是 它可以看很廣 但是 細的時候就看不到 它中間少一個叫做中關 中間的中 看不到中間那一塊 所以剛剛同學裡面有在留言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寫白板是一個非常好的用的工具 所以我很多學生他們在公司裡面也很喜歡用白板 但寫完白板之後呢 你要拍照下來嗎 你要記錄下來嗎 沒辦法 真的很難做得到 那這個Hiptapes 就是它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就是 我直接Demo給大家看好了 Demo比較快 這個是 這邊其實有 這是我最近最喜歡的一個筆記工具 因為它可以做放大縮小 然後它每一個都是一個白板 就是比如說按右鍵就一個白板 然後就可以寫東西 可以裡面進去之後可以Double Click 寫一個 這一張卡片 然後這邊的話 等一下可以新增一個卡片 可以寫東西 這個更像我剛剛前面講 因為這個軟體 其他貝斯它的創辦人是一個台灣人 三個台灣人 它年紀非常輕 Alan這個創辦人 他只有23 去年23 今年24歲了 他就是玩了那麼多卡片 就是筆記工具 不知道哪一個能夠符合 一直都沒有符合 工具的使用方式 所以它就自己寫一個 然後這個東西更好用就是 寫完卡片之後 你跟它有關係的時候 它還可以幹嘛 可以用連接線把它串連起來 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跟它有關係 這邊還可以把它拉過來 拉過來 這是這樣子很好用 然後它其實很好玩 就是 沒有 其實當然是我都習慣用 所以這個 我剛剛有提到是說 我自己在寫卡片筆記的過程中 這一張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很好玩 因為我相信真的很多人喜歡寫卡片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我當然放文字圖片都可以放在下面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右腳學院邀請我的時候 好像是3月4月那時候吧 所以我就整體東西 其實我上個月在台南大學講的這邊 所以我在想的時候 剛剛有同學問說 索音筆記是什麼對不對 我在寫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就開個一個頭 內容就是我們六腳學院邀請我 要寫的內容就放在這邊 你們看到當然是現在長出來的 剛開始並不是這樣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 剛開始就是一張一張卡片 然後它可以打開 然後收起來 打開收起來 這些很多東西 其實過往都是我曾經寫過的東西 像筆記與文件的差別 然後我一個一個把它寫下來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 1 2 3 4 6 我把它刪掉一下好了 剛剛有同學問到索音的部分 add 的時候 我因為有1 然後點 這邊就是1 我這樣加過來 我每個把它加過來的時候 我點1的時候 它就會點到1 然後點4的時候 就點到 開到4的部分 所以它很好 就一個一個打開展開 然後進去 旁邊可以秀在右邊 因為你們看到會很小 所以它會秀在右邊 然後進去再打字 它也支援markdown的部分 然後像我這一篇 是我之前幾個禮拜 去寫一個 關於Hitabase 在YouTube上面 這一篇也 蠻多回響的 然後 這個都有寫很多東西在裡面 然後重點是 右邊有一個卡片盒 如果你在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一直提到卡片盒 如果對這邊而言 我這邊有用的時候 我可以打關鍵是 卡片 然後什麼叫卡片盒 我就可以把它拖拉放進來 然後你不要可以把它remove的掉 它只是一個卡片而已 所以你在寫東西的時候 會很好用的就是 你常常過往你怎麼去使用 真的想不到 像比如說我剛剛提到 我最近要寫一個 我的 我的主題簡報 我在BMI我要寫主題簡報 我就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放大所有小 整理這些東西 現在這是我把過去曾經有的東西 把它寫過來 然後放過來 然後慢慢整理出我接下來我要寫的內容 這個像剛剛我就提到 我的主題 就慢慢去想出來 這是一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但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它也是不便宜 這個就是簡單讓大家 真的 時間到 它是目前 它是都要付費的 然後你可以先付一年 它是年訂閱制 然後如果 年訂閱制 它理我不滿意的話 一個月 是可以退費的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並不是說他們很驕傲 為什麼一開始 連免費都沒有 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而已 他們能力有限 所以現在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是 讓所有人都開放使用 所以 demo 快速讓大家 我知道同學已經 很多人說 老師這麼多 那我還是整個列表給大家 大家這張可以截圖一下 就是我比較知道 比較有名的 筆記有卡片和筆記工具 理念的工具列表 那藍色是我今天有介紹六個 Ederbass None Research Notion Obsidian Notion Notion 這六套 右邊還有很多 那簡單再講一下 關於Evernote 跟None Research 跟Notion 這三套 Evernote後面是 儲屬館 那個None Research 後面是 那個 花園 Notion 後面是 建築師 我快速讓大家知道 因為真的蠻噁心 時間大 大家都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就是 如果 因為我知道 已經同學說已經聽到亂掉 那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 喜歡收集 你喜歡分類的部分 你需要一個筆記工具 你可以先使用像 圖書館 管理員的Evernote 那第二個 如果你是喜歡規劃 你常常做事都要 原則 邏輯 框架 一二三次 一二三次的話 你需要做筆記 的話 你可以選擇 建築師 Notion 那第三個 如果你是喜歡探索 你就非常不喜歡分類的話 但是你需要一個筆記工具 你就可以 使用一下 今天像這個圓釘 今天我們後面那幾套 雙鏈筆記 像Long Research Hitabase Obsidian 跟Loxic 這種雙鏈筆記的工具 適合哪一道 真的 沒辦法跟大家決定 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最後 我後面還有 還沒講完 這是 最有用的筆記學習方法 就是要有一個資訊的捕捉系統 然後 把想法記錄在一個地方 然後 記得一定要把大腦裡面的東西倒出來 寄筆記拿來用 交給別人 然後發展自己的成長 那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然後 最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那個捕捉系統 剛剛有提到我的捕捉系統 我用的是Telegram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在用Telegram的部分 Telegram的部分 我是來做靈感筆記 我每次如果有想法 我就用Telegram把它記下來 然後 會整理到Long Research 是在我的每日日記裡面 然後 在Long Research裡面之後 我會把它 再把精髓重點 把它整理到Hitabase Hitabase就是我的文獻筆記 跟永久筆記 所以這是 關於蔡老師蔡教練這邊的 資訊捕捉系統 今天的講義 我會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拍到也沒關係 這個後面 我會給大家PDF檔 大家要去使用 Telegram我就不講 可能你們大家比較熟悉 所以 剛剛前面由下而上筆記工具裡面講 別管目標 專注在系統 所以跟大家講 還是要回到 那個筆記工具的系統上面是最重要的 然後 最後做一個 打個預防針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工具 從紫本 Word Evernote Long Research Hitabase等等 這些工具不斷的進化 千萬 我們不要只有說一個收集者 一定要逐漸變成一個組織者 最後 你要一定要成為一個思考者 最後而言 對老師而言 Long Research Hitabase 還有這些 那些 Latocustom的軟體 幫我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我的 Evernote一樣在用 雖然我沒有弄入序 但是Evernote一樣在用 因為Evernote的結構非常完整 我現在很多訊息整理在Evernote 因為我畢竟用了十幾年 我沒有放掉Evernote 同學們還在用Notion 繼續用 它是一個很好用的資訊 資料庫的部分 但是不要去 每個軟體 你可以用 但是不要 我們要當工具的主人 不要做工具的努力 用完一個軟體之後 一定要去建立你的內容 然後把今天卡片筆記法的功能去 鍛鍊出來 我寧可你用一套 用到底 裡面大量產生內容 很多筆記卡片出來之後 產生出你要的 剛剛最前面提到 輸入整理內化加工 最後輸出 你要輸出東西出來 然後再快速 我把我自己最後一段 把他講完 我的成功案例分享 我自己有寫部落格文章 我2004年就寫那個 那個部落格 但是我在2007年 其實之前就卡住了 然後我在2007年 也花了時間寫了35篇文章 但是還是卡住怎麼辦 然後我在2020年 我又錄Pockets 寫了10篇 又卡住怎麼辦 所以在去年2021 我8月跟我幾個夥伴 我們建立一個科技白化 然後我們兩個禮拜就直播一次 兩個禮拜就直播一次 所以我用了 用Petabase這個軟體 我把它 我的Pockets 我的這些工具把它整體起來 有一個 我從去年2021年11月到上禮拜 完成的15場直播 15場的直播 然後不要一直看貓咪啦 貓咪是那個 裝了一個小外掛 這個案例就是我有一篇 寫在Evernote 有一篇筆記 2015年 寫到2018年就卡住了 然後我就透過我要再直播 然後透過原本的筆記的基礎之上 不到4天 我用Hitabase加上卡片和筆記法 就完成了直播 簡報跟直播 然後就是不斷的把 正至於我不但完成直播 我之後我把它剪接成YouTube 放在YouTube影片 然後再轉成Pockets 然後集中到我的網站 叫漫遊數位的網站 所以歷經這樣子不斷的訓練之後 還是跟大家講的 筆記工具軟體 雖然很好用很重要 但是別忘了 一定要有輸出 輸出才是重點 不要一直輸入東西 不要只有中間的部分 然後最後一定要有結果 即便你們對你們來也 也許是很粗糙都沒關係 老師也是斷念 不斷的斷念 不斷修正 不斷調整出 找到一個適合的方法 工具一定要有結果 有結果你才會繼續用 然後記得剛剛講的 不要一直試軟體 不要一直試工具 雖然老師比你們會工具 但是我都用到一段時間 找到試的工具的軟法 用法 然後再去做實用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2022年 你需要試試這樣寄筆記 教大家分出什麼是筆記 什麼是文件 然後第二部分 筆記工具的進化詞 什麼是卡片筆記盒 然後目前最好用筆記工具的軟體的介紹 然後最有效的筆記 學習方法 以及老師的成功案例的分享 然後這是老師教學的方式 還有我的總裁班 還有這是我的教學 剛剛有提到 我有YouTube Huggest 還有我的網站 請大家可以搜尋 數位教練 蔡正信或者漫遊數位 都可以找到我的網站 所以跟著蔡教練學習 雲端工作數給你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我請看一下我的留言 當然要業配自己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會放在那個Markdown裡面 我會把這個 我們這個黑MD裡面 我會把他簡報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回放 我們也會放在YouTube上面 請大家可以回放 雖然後面有點快 真的東西非常非常多 但請大家可以多看幾次 然後我們有簡報可以搭配 我來看一下留言的部分 我要從哪邊 是顛倒的嗎 Mark起來 為了理解 為了理解而閱讀 這句話有點懂不太懂 舉例 我們的閱讀 我要講什麼 應該是說我們的閱讀 其實我們還是要找到 我最近有看到一本書 其實就是我們看書 其實是為了要解決某個問題 然後去閱讀東西 為了理解而去閱讀 我們不是只是看書 複製上面看的書 而是我們要去思考 那筆記就是為了要我們思考的過程中留下那個東西 你會看到某一本書的某一段文字 跟你的想法可能完全不一樣 這個東西反而你要特別注意 所以你會去試著去瞭解 甚至你可以提出跟這本書裡面這段話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我們要去理解它 去試著去理解 因為你唯有腦袋去亂過之後 你才會去變成你腦袋的東西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的理解 然後 然後 有同學問說我一場演講有很多重點 然後卡片筆記 會分成很多張卡片來記錄 我自己的話其實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還看得到我的那個介面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筆記工具的方式 其實現在我還是很多還在練習當中 其實最常用的是知識筆記的部分 這個是 我看一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演講或是你看YouTube 你有時候會截圖或是放很多影片 那你就可以把它截圖下來放在這邊 那其實這個只是先接斷了 後面其實還是要去做簡單的紀錄 然後放在這邊 我這邊其實是做一半還沒做完 但是已經做到這樣的時候 對我自己學習它的裡面的內容 已經有很有幫助 那因為這些影片 這些內容 我都還會持續不斷去去引用它 甚至去使用它 所以我不斷的使用 我覺得複用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會 我剛開始的時候不會變成很多張卡片 是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可能在練習的時候 像我在練習這些 給大家再看一下另外一個 這邊有個卡片筆記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就是當初 這邊筆記本就是因為跟卡片筆記有關的 所以我找到看到的 都會整理在這邊裡面 所以這邊就非常多卡片可以去引用 所以我會依照不同的需求去增加卡片或減少卡片 然後永久筆記 老師說由下而上管理 心智圖跟Mindmap方式連結嗎 我不太懂這意思 我在Hitabase裡面或者是Long Research裡面 其實就是用連結的方式去 因為它都有雙項筆記 然後可以卡片去整理 所以它是一張一張卡片 從單張卡片去連結起來 然後包含Long Research 其實它也是類似的方式 它都是用連結去把它建立起來的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用連結去做管理 心智圖跟Mindmap好像不是這種用法 然後遺忘曲線 關於遺忘曲線的話 複習方式有很多方式可以用 但是比較可能有聽過一種叫Anchor 但是對我而言 其實我這裡 我的Long Research一個模組 就是它有一個review的方式 它可以去用這種方式去 等我一下 對我而言其實所謂的遺忘 其實是真的會忘記 但是你不斷的去重複去使用的時候 你就會相對這樣 比較容易在我們腦袋留下印象 重複去使用我覺得還是最重要 你不斷的去看你的卡片回看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關鍵詞 對於Long Research一定會一直用到的 所以我的方式沒有特別 因為我對Anchor比較不熟悉 所以我的方式是讓我的 比如說我這邊 我每天這邊都會有一個加SR的標籤 在我的Long Research裡面 它就會跳出來 我就會再看到一次 像這個溝通輸出的六大好處 像這是我昨天的 它這邊下面就會出現 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你的日積月累將成為別人的望塵墨跡 今天來上課送這句話給大家 你的日積月累將成為別人的望塵墨跡 所以我的頻率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我不會刻意練習去做這件事情 而是我不斷的在寫日記寫筆記 然後不斷的在 它這些東西就會跳出來去使用 所以你用好的工具 你不用特別去說 一定要用那些工具去使用 然後去使用 你只要有好的工具 它會自動連結回來 所以這是我的方法 好不容易整理了一篇筆記 日後就不想讀了 打開全部字都好亂 要怎麼做自己想讀的筆記 應該說這位同學的話 你可以先去找別人 就是做筆記的範本 做筆記的範本 做筆記的範本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在Long Research裡面 這邊的範本 這是我的筆記 讀書筆記的話 剛開始你寫 我知道閱讀筆記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好用的方法 比如說我最近讀完羅胖的邏輯思維 這邊我第一階段我已經看完第一次了 然後我的一些內容 像這個範本就是你可以把你問題寫下來 動機 16個關鍵字 這是那個插帶 它的極速閱讀法裡面 我把它變成我的範本 你可以把它寫成要點 總結 然後你的筆記心得 然後最深刻的一句話 類似像這樣 這個是給大家拍一下 如果你要截讀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模板 你有一個模板 然後你不斷的去寫它 你的筆記工具 你的讀書筆記 你自己就會想要看 因為你是有一個框架 而不是亂寫的 當然你可以去找各種 包含Notion 我相信也有很多 好用的讀書筆記的模板 請大家善用模板 因為不管哪個筆記工具 真的從零開始真的很痛苦 大量使用範本 包含Evernote Long Research 包含就是Notion 包含Obsidian 都有很多模板 然後 有同學問說 我看過簡體跟繁體 卡片筆記編排比較好解說 對我而言真的 我真的是看完繁體的 才真的讀懂 大概一半以上的 卡片和筆記法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 看你 如果你喜歡看紙本 就去買紙本書 如果你用電子書 像老師都有 用電子書閱讀器的話 你可以買電子書來看 電子書 繁體的 尤其因為它有改版過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用那個看繁體中文版 然後有同學問說 我推薦線上課程怎麼做筆記 好 講到重點了 今天其實我剛剛 剛剛有秀出來 那個Hitterbase 所以 好 大家有看到我的 那個剛剛我的 Hitterbase的部分 剛剛有同學問說 上 比如說我們上我們六角的課程 你的筆記怎麼工具 怎麼做 就是類似我剛剛提到 這個筆記工具 你沒有提到 你在 知識筆記的時候 你可以截圖 然後你以後 在後面加重點 然後再做連結 像這個是我 讀那個 你看 Motion 課程加分 然後YT筆記 裡面都會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裡面你可以有文字 有圖片 有截圖 然後你有想法 就可以把它寫在裡面 所以 剛開始我會建議你 你可能會有人會截圖 沒有錯 然後 但你還是要寫一些 自己的想法 然後最後需要 一定要去整理 然後整理完 所以 我的方式 不是用簡報 而是用筆記 筆記工具裡面去做 做整理 才會好用 然後 有同最前面問 如何早起 如何早起就是早睡啊 其實 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你要變成一個習慣 其實不容易 因為老師已經鍛鍊 已經超過六七年 十年以上 所以 我會跟大家講 早起的好處 比如說 我現在是小孩子 兩歲多 我要顧小孩 那我要工作 如果 對我而言 我的時間 什麼時候是最完整 我唯有早起 早起的兩個小時 甚至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是唯我自己一個人獨享 所以 對我而言 如果我不早起 我那天就沒有自己的時間了 所以 每個人一定要找出你 為什麼要早起 那個 那個 那個為什麼 如果你找到的話 你早起 你就有可能養成這個習慣 然後 Lotion 用筆記不知道有效分類 真的 真的 Lotion 跟Evernote 就是類似 前面就是 他都是用分類的方式 所以 我知道 也有人用Lotion 去應用卡片盒筆記法 所以我覺得 其實也是一樣 跟前面講的卡片盒筆記法 其實講的就是 不要分類 不要特別的去人工分類 而是你慢慢去寫 你的卡片 然後去建立你的永久卡片 然後加上剛剛有提到 索引卡片 因為索引卡片在 Notion裡面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建議同學 你用Notion的話 可以先朝這個卡片 筆記盒的方式 不要刻意去分類 但你慢慢去建立起來 你的分類 還有你的索引筆記 去建立自然的分類起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懂這個意思 如何養成自律的習慣 還是一樣老話一句就是 你一定要找到 你為什麼要建立這個自律的習慣 對我而言 老師這邊已經習慣了 我每天就是很自律 剛才有前面提到 我早起 我怎麼寫日記超過2800天 然後寫早起超過1400天 而且是連續 如果不連續 應該五年八年十年了吧 所以養成自律習慣 是我自己 像老師為什麼可以在家工作 就是你一定還是回到那個為什麼 就是黃金圈理論的為什麼 我沒有養成自律習慣 你要問你自己 我為什麼養成自律習慣有什麼好處 我剛才也提到 自律真的很好 因為你可以做你自己自己 你不會被拖給人 而且因為有系統 我剛剛今天教大家卡片和筆記法 不是方法而已 而是一套系統 就是一套系統 就是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的最前面這張卡片 這張圖 大家有看到我裡面有一個生活管理 有知識生產 有知識庫 有時間管理 然後下面有數位 整理備份 養成好習慣是最底下的部分 所以你養成好習慣這件事情 不斷去鍛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每次做的事情都累積 累積之後又有好的效果 然後不斷累積 然後你不斷的去完成之後 有結果之後 那套方法就會有用 你就會發現我自律是有效的 你就會繼續自律 你發現早起是有效的 你就會更加的早起 因為人是一個有看結果的動物 你讓他一定有效果出來 你就會更加去使用他 軟體也是 你今天挑到一個軟體 你有結果 如果你花很多時間去學習 你就到時候你會放棄 所以簡單開始去產出內容 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人脈庫 我的人脈庫是放在我的Evernote裡面 給大家秀一下我的名片 我這邊有個大概 已經快要2000張名片了 我的名片在這邊 這是我的名片 這個唯一 我離不開Evernote也是這一塊 Evernote有一個強項就是 他可以搜尋照片上面的文字 搜尋照片上面的文字 比如說 Evernote這個是不管現在剛剛講的 某一套軟體 沒有一套做得到 因為他可以搜尋上面的文字 查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個宋院長 有沒有看到這個市民大道 這個是可以Evernote做得到的 所以再來 還有同學沒有回答到嗎 好 剛剛有提到所謂軟體介紹 其實跟同學報告一下 剛剛所謂軟體是那個 那個軟體其實也不是所謂 他只是看起來像所謂 看起來像所謂 可以看一下這個軟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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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 其實他不是手繪 他只是手繪風格 比如說這個 可以畫一個正方形 畫一個圈圈 然後他可以畫箭頭 然後這個 移動之後可以 可以移動 他是手繪風格的軟體 這個大家可以去有空玩一下 那這一套軟體跟Obsidian 可以連結在一起 可以跟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 他只是手繪風格 他不是真正的手繪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筆工具 我是文字的筆記工具為主 我不是那種 那個像 iPad上面 Notability 或者是GoodNot 那種手寫的筆記工具 因為對我而言 手寫的筆記裡面的內容 變成後續的整理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筆記工具 都是文字的筆記工具 好 好 所以還有同學沒問到的嗎 好 應該都有回答 掌聲度治癒習慣 所以 回到剛剛講的 結論 所以請大家 就是請大家 一定要挑一個軟體 去使用完之後 去大量去使用 早起 其實給大家一個 建議一個早起西方 你如果假設 假設如果你每天 8點半起來 你只要每天提早10分鐘 然後打卡 當然我覺得很多軟體可以打卡 但是 打卡是一個方式 但我覺得重點還是 我剛剛提到說 你為什麼要早起 你要找出你早起的理由 你是要早起做什麼 有些 同學問說寫卡片時 一開始怎麼歸納 剛開始其實真的不用歸納 剛開始不用歸納 因為慢慢的時候才會 慢慢去建立起來 因為這個東西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個 叫數位化學園概念 數位化學園在這一套系統裡面 非常重要 剛剛我們的卡片和筆記法的 深刻博士 他有講到自然發展 這是數位化學園概念 我講的東西不是A進去出來 答案就是B 這邊不強調就是不要分類 就是不要你刻意去分類 你慢慢去長出 長出東西出來 不要去刻意去做 你的框架 有人說卡片要刻意分得很細嗎 不用不一定要 你其實先剛開始真的不用限制自己 只是我不要你寫太多東西 因為你寫太多東西 你到時候會找不到 盡量讓他分 如果是比較相關 同步比較 Low Seek 其實Obsidian 我覺得還是有同步的問題 因為Obsidian你要付費比較容易 因為尤其你的 你的軟體是跨平台 跨裝置的話 我還是覺得同步還是有問題 對 所以其實我還是建議大家都玩一下 可能大家玩一個一兩個禮拜 然後再換一兩個禮拜 去換另外一個工具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試用感覺 你比較有感覺是哪一套 然後去大量去使用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哪一套都沒有差 只是未來一定會有差別 是因為它的軟體的特性還是不一樣 很謝謝大家今天的提問